我們節目偶然也有業界翹楚上來 今天很感謝曾立的Richard Sir上來 大家都很熟悉公關界的大哥 也是香港公共主業人員協會的顧問 今天真的要戴著口罩問你 實在這個口罩令到很多行業 真的跟別人去做公共關係 解釋公共政策 即是PR、Public Relations和Public Affairs 都多了一股隔膜 爛了很多 其實在疫情之下 你看回整個業界 特別是香港這個地方 我們往往忽略了什麼 難搞的地方或機會在哪裡 我想忽略了幾項 第一項應該是公關或傳訊的角色 因為以往很多人會想 公關傳訊的角色就是 有事出來就去補獲 或者有些好東西出來 就把這個好東西更加宣傳多些出去 但是在這個疫情之下 很多人做了一些調查研究 突然發覺原來公關有幾個範疇 是以往都有 但做得很少 在疫情之下會多了很多 其中一個很有趣的 其實是對內的傳訊 我們稱為職業關係 或者這群持份者 你要怎樣對待他們 因為在公司來說 其實什麼公司都好 其實最重要都是一群員工 但員工的溝通 以往是做得很少 更加不會有人說 我請公關公司 或是請專業的人去做 甚至很多公司可能是人事部做了 但是是兩樣東西來的 這是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 當然就是 一向那個市場都做的 就是在說危機處理 這方面 或者一些公共事務上的工作 因為這個疫情的影響 就不是單一行業的 所以在這方面是多了 但這個多了出來 就出現了很多其他的問題 因為每間公司的壓力都很大 挑戰都很大 你出來去跟別人說這些話的時候 其實應該怎麼說 說什麼 說完之後 別人信不信你 那個還是很重要 所以譬如我們 在這個公關專業人士協會 我們也有說過其中一件事 就是今年我們都說 大家做一些承諾 承諾包括就是 你說很多東西是否準確 有公信力 是否誠實 去教導很多事情 其實這個除了幫助我們的行業 也在幫助所有行業 去提升它和持份者的關係 但是另一件事 我覺得反而這件事 就是香港做得比較慢 在外國很快就轉 因為我和外國很多公安公司 或者很多市場 我也有很多接觸 2、3月的時候 其實全世界比我們更慢接觸 這個疫情 但是很多事情變得很快 我看到很多外國的公司 他們突然間做一些投資 可能是一個好像這樣的工廠 在他的辦公室裡面 但原本他的辦公室很小 不同於我們香港 每個人都要有一個很大的辦公室 為什麼呢 原來他發覺 大家不可以面對面 剛才你說有一個格幕 但其實你要傳遞很多訊息 你其實要投資一些 這樣的基礎的設施 然後外國做很多 我們叫做Podcasting的事情 或者其他的研討會 什麼都好 他要用一些自己的平台 用自己的地方 然後他就可以掌握 做得很好 這件事我覺得 都是在疫情之下 其實是多出來的 不只是數碼化那麼簡單 所以你剛才說的那件事 其實如果用一個 思考框架的方式去總結 就是我們作為一個國際城市 但是我們在某些的洞洞位 其實現在跟國際 就再接軌多了 例如你外國其實很多大企業 向來都有做員工內部溝通 很多的 即是Internal Communication 他們的主席每個禮拜都要跟同事 還有他們是有專門的企業內部人員 或外面的人員去說 因為你要提振士氣 怎樣跟公司的Mission Statement 價值觀 全部要接軌 以前又真的這樣說 中國人做事 有時候是一家人 那未必可以找外援去幫忙 但是現在你說 終於專業化了 跟國際接軌了 即是內部溝通那一件事 第二就是危機管理 現在變成是 常規化的東西 因為你不知道 你公司何時有確診個案 或者何時有這樣的接觸者 於是那種長期要管理危機的意識 也跟國際接軌了 而這個也帶到你第三點 就是說可能視像的溝通 是真的要量度一量 你想想連拜登也要在家裡 自己的床 地牢也要改裝 才能跟選民說話 如果是這樣說的 其實是好事 對 整個業界又要再上一層 是好事 但又可以說未必是好事 因為香港的部份是慢 我想你可能接觸我們很多行家 你都會知道 有沒有誰真的建了Studio 在辦公室內 沒有 或者再不是退而求其次 我們不要說硬件的事情 軟件 其實我們真的做了很多 我們叫做網上的研討會 網上的講座 網上的甚麼都好 但我們全部都在用一些 已經有的平台來做 但如果你真的要做得好 其實外國已經有很多 時裝表演 我已經看了幾個頒獎典禮 全部在網上做 但那套東西 不是你幫助某一個軟件商 是要自己寫一套 因為譬如我自己回教會也是一樣 現在不能回教會 那奉拜就在網上做 如果你不是自己一套很好的 你就會發覺 你出了那個PowerPoint之後 人就只有那些都是角落口 牧師也看不到 是 但不是這樣做的 你是不是有些事情 可以切割到一半一半 四分之一 其實當你要去想 我怎樣令公關在數碼化上 找到更多商機 那個投資要做 因為以往可能都講了公關 即是PR那一部分 等會我們花時間 就講一下PA那一部分 即是公共事務那一部分 公關其中有一範 大家都知道 要將項目搞得很好看 可能是一個啟動禮 或者什麼什麼儀式 以往就所謂抬燈聲 搞定了它 然後再想起一個Wat Plan 萬一下雨是怎樣 打風怎樣 臨時緊急拆 怎樣移動 現在隨時你都要想 即是你要想在網上 怎樣做得很好看 這個是完全另一套技術來的 什麼都不同的 是的 即是你搞個活動 你進去都被人感覺到 一個所謂幾華麗的 幾grand的氣氛 那是一樣 然後也是要看網上 或者一些科技的發展 即是說 那個功能 即是2D或3D 那些東西出來 即是我都給錢去看了 某一些國際的頒獎典禮 幾百美金一張票 如果你親身去的時候 就幾千美金一張 因為有一隻 但是你都要覺得 你都給了幾百美金 幾百美金 你都不可以隨便 所以你要看整件事 你會看完一次 你會覺得 它下次再做你 願不願意再給幾百美金 所以整個頒獎禮 它做出來的 根本和一個實體的頒獎禮 可能很相似 除了沒得吃 不是坐著拍手掌 拍手掌沒有人聽到之外 但它當然有罐頭拍手掌 聽出來 這些事情 他們會做了很多 我們就相對會慢一些 如果我想 我們都做很多記者會 網上的記者會 其他事情 其實很有趣 那個商機或者那個 好處在哪裡 就是如果 我們都自己做很多財經 那方面的公開 業績始終要宣佈 是 我們會發覺一件事 就是如果 以往的業績旺貴 每個都是那幾個星期 是 然後一天有幾十個 那些推介會 給analyst 那些 你每個 幾大公司都 我都預約五十人 一百人來參加 一個午餐的推介會 網上我們試過 有些會是六七百人 就是說你接觸的人 可以多到十倍 好了 但接著要問的問題 就是說 那你和這群人的關係 是不是建立了呢 距離跟你一起見面 當時的關係 是建立多一些的 在網上 你都不知道 他是開著架機 不看還是怎樣 你都不知道 但這個是很多地方 可以做很多事情 如果把握到這件事 其實公關就是 我們常常說 你怎樣跟持份制接觸 不要一直說財經 PA也是一樣的 是 就是說當 如果你說我很集中的 我只是去遊說一些政治人物 那個就簡單 你用哪個方法來做 就是實體和虛擬 其實相差不是特別遠 但是普羅大眾 現在市民的聲音都很大的時候 如果你可以用這些平台 或者途徑去接觸到它 然後你又把握 你建立到的關係 即是可以接觸到它 是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發展 是 所以我們就 不經不覺就由所謂公共關係 公關 去到公共事務 公共事務 那一番可能真的 在現在的疫情底下 又真的有很多新的事情要想 究竟有些什麼策略性的方向 我們怎樣可以計劃一點 我們回來 繼續跟曾sir的聊天 好,我們今天找曾立機的Richard Sir 其實這個真是… 真是… PRPA 不經不覺都過了… 25年 對,林熙了 這四分一個世紀的變化 真是匪夷所思的 尤其是我們看到… 就算公關 剛才你說了 可能那個虛擬世界 本身 跟實體世界 你都真的要想 如何建立那個關係 關係 但是公共事務 就再… 英文叫tricky 更難搞 因為究竟你現在 所謂的持份者 即公共事務 其中有重要的概念 就是stakeholder 你怎麼管理呢 無遠分界 即使是財金界 這期 可能會不會每個人都在說 中美關係 怎樣怎樣怎樣 前景 你觀察到是怎樣 這陣子 我想是跟行業有關係 如果很本地法來看 很簡單 如果你說財金界 他關心一間公司 其實也很有趣 他可能關心兩件事 另一件事就是 你那個業務 那個可持續性是怎樣 但另一件事 其實他也會關心 很多政治立場 或者在地緣政治 或者經濟上的影響 因為我自己也有教書 我在大學教了很多年書 中間有時候 我們去講 Crisis Management 或者講一些公司 它要做Image 即是做形象上 我就說 由去年開始 由社會運動 我說 有些公司其實業務沒有問題 但他有某些立場 就令到某些持份者 覺得不太高興 那怎麼辦 如果你是他的公關 或者那個其實是影響業務 我想在這方面 其實現在做公關 或者做公共事務的人 就多了很多思考的地方 或者這樣說 以前的所謂圍攻 可能你也是被傳媒圍攻 或者一些專欄作家圍攻 現在你也不用等了 其實那一秒發生 下一秒已經是網絡的圍剿 起控 到第二天早上可能事情已經沒有那麼嚴重 去到大氣電波的時候 這種狀態 在疫情期間 更加激進很多 會飄高了 一個一般應對的想法是怎樣的呢 或者如果用你的角度來看 你看了25年 所謂公共事務或者危機管理 在同的地方和不同的地方 會在哪裡呢 我想以前 大部分的企業都希望 如果用英文說 就是Please Everybody 你令到所有人都覺得 都不錯 或者我要解釋 我覺得現在多了 就是我們向我們覺得 需要解釋的人解釋 或者你真的盡量去找 你的同行或者同盟的人 就是你會找Aliance 因為你會發覺 現在的社會 無論政治立場也好 經濟上也好 其實也挺兩極的 當你一兩極的時候 你就會發覺 你其實永遠都討好不到某一班人 與其是這樣 你不如盡力去令到 某一班認同你的人 更加支持你 我相信 在那個平衡上做得好 其實有很多事上面 都解決了不少的挑戰 但譬如說 在你這個行業裡面 甚至乎 也有不少研究 一部PRO或PA的學者 他就說 假新聞真是一個大的難題 那麼 在阿杭專利的角度 假新聞怎麼搞呢 真的 假新聞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所以跟公關協會 我們這裡說的承諾一樣 你怎樣去肯定 即是讓你的持份者 或者你要溝通的事件 知道你不會發放假新聞 如果所有我們的行家 都不做這件事 其實這已經是一個很重大的一步 而你是一個行業的承諾 這是一個行業承諾 總之我們這行 就不會給你假事 所以這件事很有趣 不是說在公關哪個範疇 有標準的高低 但是因為我自己 比較多在財經那裡出身 我們是連小數點也不能說錯 你不能隨便回覆它 大家知道 中英文的小數點不同了 也會出事 證監又問 交易手又問 但你去到很多做產品 做其他 就比較宣傳意味 想像空間會多 鬆動一點 鬆很多 所以如果你去到那個範疇 其實如果你連那些範疇 你也是堅持 將一些很實在的數據 或資料給別人 因為其實人是很有趣的 有人會覺得 可能很簡單 現在政府都叫大家 小糖小鹽 大家都知道 多糖多鹽是對身體不好的 但我把所有數據都說 你仍然都說 我是喜歡喝可樂 不喜歡喝沒有糖的 就是這樣 其他品不喝 不喝 但問題是 我沒有騙你 所以我覺得 其實每一個公關的範疇 都可以做到 但我相信 現在大家碰到的更大的問題 在假新聞上 反而可能是一些 真是去到很高層次的 講政治 講一些政策 陰謀論 這些地方 我覺得那些地方 其實是 影響不僅是在我們的行業 因為你是影響殺所有人 當然 有些政策 說到 哪些人能治病 哪些人能治病 那些人能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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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品牌都要出來澄清 是的 那個危機不知是哪有殺過的 沒錯 他自己也沒有說錯話 他也沒有說過這些 所以可以看到一件事 原來品牌 你做到這方面的工作 其實是可以增加了持份者 對你的好感 當然 你說 其實我真的做不到這樣的功效 人家會不會這樣不買你的產品 其實是不會的 因為他很清楚 你有什麼功效 你又很清楚告訴別人 你也不會用一個嘩眾取寵的方法 去當作像搭順風車 有人說可以 那我多買一些給你 不會是這樣 我相信你在教書的時候 都會接觸一些內地的同學 食事班一半一半 對 起碼一半 起碼一半 在你和他們這麼多年的溝通 內地在所謂公共事務 和公共關係的發展是怎樣 反而香港人在這方面 他可能經常看著西方世界 但是對著內地 可能真的不太熟悉 可不可以講解一下 他們有這個概念 但可能做的模式未必完全一樣 但是現在都跟世界的標準很接軌 是什麼意思呢 我聽說幾十年前 我回到內地去做一些遊說的工作 做些什麼呢 就是找人幫你搜約一些話得事的人出來 聊 但是今天其實已經多了很多 可能在輿論上開始工作 我找一些受到影響的持份者 去解釋一些議題給他們知道 然後就把這些數據或者證據 鋪排給一些有份制政策略的人知道 這個都很相似外國的做法 可能要做一些研究 還有一些證據 還有整個政策的配套 都要講解一下 做多做很多 以前就是找到誰說得事 那就再談 以前就是關係公關學 對 現在我覺得都很科學化 還有可能有人覺得 是不是內地的資訊很發達 其實不會的 我想你看很多數據都知道 互聯網的使用 其他很多東西 其實他們的滲透率 或者普及率 是高於全世界的很多地方 扯遠半格來說 其實內地的國策 都不是完全封閉整個互聯網 不是 事實上你也看到 內地人如果要翻牆的話 他有他的方法 政府也知道你會用這個方法 甚至香港人未必很熟悉 怎樣翻牆 所以其實內地的做法 就是你有一定的技能 或者你有一定的知識水平 他是知道你會向世界接軌 這個就是他現在 他不是完全按死你 其實也不一定是內地 因為你想想 內地有多少叫做尖子 就是聰明的學生 在世界各地讀書 對 完全沒有限制 在那方面 他讀完幾年書 再做幾年事 甚至是拿到很好的經驗 再回去 其實他很清楚 世界發生甚麼事 所以這25年的變化 是很大的 你想想 尤其是中國 甚至乎 但反過來 對於香港的年輕一代 他看著 阿Sir你這麼偽我 他說阿Sir你那時候 做就有做 我現在做 有沒有做 你會對於想投身 你這個行業的年輕人 有甚麼要說 其實很多大學經常請我去講 那些 career talk 是嗎 其實現在連中學都開始講 對呀 新來規劃 因為你發覺原來中學 中三開始要講 對 你選不適合中四、中五的科 你的DSE考完事 你就找不到 正確的大學的科去讀 越來越前了 所以新來規劃 對於公關的人去做 或者讀Marketing 最多去讀 現在其實 因為公關越來越專業化 譬如我自己的同事做財經 我們有很多同事 原本是會計師 原本是分析師 那些背景 甚至是做了很多年 不過他說 我還是喜歡和人接觸 多於喜歡和份數接觸 他就轉來做我們的行業 你可能做科技的公關 你可能又會說 其實很簡單 你叫我去做科技公關 寫篇稿 介紹一部電腦有多好 我都不太會寫 但你可能一個人讀Computer Science 或者讀那些 他走來做公關 他又是這個 在香港現在有生物科技 基因科技 醫療保健的公關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市場 我相信我們這個行業需要的是 醫療 或者是那方面科學的人才 而我們等你入了行 我去教你怎樣寫新聞稿 你懂得寫那些東西 但變成新聞稿的方法 你不懂記者 我就介紹你懂 但你跟醫療版的記者 甚至你跟客戶 如果你說 你跟醫生聊天 你想想讀那些科 是否會談得頭契 比我跟他談 所以其實現在的機會 是多了很多 我覺得 有很多事情 剛才我們說的 一些科技 數碼這些事情 去到公關這些事情 其實這些全部都是一個平台 或者一個渠道 一個頻道 背後的專業性 或者思維 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你說年輕的人也好 年紀大的人也好 想轉行的人也好 其實你要掌握的是後面這一節 因為平台和渠道這些 每天都會有新的發展和變化 你做了多少年 其實你都要繼續學 但前面這一節 你掌握得好 其實就很幫助你去做後面這一節的事情 所以其實反而是你由專 推到去越來越跟世界接軌 現在就是新的趨勢 就是這樣 今天多謝Richard Sir上來 我希望年輕人聽完曾sir的講解 多點想一下 其實你不是只是一個互聯網世界 只是留言 你是不是可以將這件事 提升一個層次 變成你的專業 再次多謝你 謝謝你 好